先选3分肥7分瘦的豬肉 然后把它剁成馅 倒入泡好的葱姜汁 足部的加水 打进肉馅 加少量的石淀粉 加两个蛋清 等肉馅有韧劲的时候 再加香油 盐 要注意角的时候要一个方向的角 六七成的温水挤丸子 火要小一点 丸子才能润 撇去覆沫 留这个圆汤 味道会更鲜美 然后再加葱姜丝 香菜 盐 香油 出锅装盘就可以了 青川丸子是一道传统的卤菜 做好的丸子花润爽口 入口喧香四溢 老人小孩都爱吃 制作简单 一学就会 好